大米啊 大米你别吃了行吗 这高粱米水饭吃多了也不长个 吃吧 说不了 你别生气了啊美丽 吃吧 赵刚刚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我以前都没看出来 爸爸 这绝对是个误会 我替他打保票 你别替他打保票了 你还说 我把他训练得像个简友 他现在长榜子要破壳了 他就是个扑了蛾子要起飞了 爸爸你得给我做主 爸爸 你得给我申愿呢 我给你申愿 爸爸 有你什么事 我不哭是不显不合群啊 别哭了 来来来来 坐会儿坐会儿 来来来 刚刚 说实话 你是什么人 霸心里有数 是 是不是 是 你今天 你就当着他们 你就实话实说 这个电话 王美丽找你什么事 你就直说 是这样的吧 今天王美丽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她今天来沈阳了 说约我见一面 要去宾馆 爸爸 你听见了吗 给我憋回去 你们俩在这给我演鸽子呢 这个王美丽啊 她是个外地人 对 人家不远千里来到沈阳 在沈阳市举目无亲 不找我找谁 无非是带点土特产 自己拿不动 我必须去宾馆 你不说话行不行 二米啊 这个当年呢 是那个王美丽的父母 嫌你大姐夫他们家穷 一阵无情棒 打得他俩是各分东西 就在你大姐夫走投无路 灰心丧气的时候 是你大姐用他的爱温暖了钢 婚后他们俩过得什么样 咱们不是有目共睹吗 我敢替他保证 即使现在王美丽找上门来 他也会气定神闲 不屑一顾 谁 王美丽一杯 屁呀 你瞅着 你瞅我大姐夫呢 你看我大姐夫那死 谁 我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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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是赵岗的家伙 是 谁是赵岗的 我是 那就对了 哎 哎呀 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呢 是你的后半生 婚纱礼服定制中心的贼神 啊 受到新娘子王美丽的委托 可以为赵岗的先生 送礼服来的 刚啊 这礼服都准备好了 大姐大姐 大姐以前等会儿 那个贼先生啊 不是 这个礼服 什么婚纱的是给我大姐夫定的啊 不是给你大姐夫 不是给我大姐夫 是给赵岗子的 赵岗子 你的后半生都找上门来了 你死定了你 不是 你弄错了吧 这不是给我的吧 是你是你就是你啊 什么是你是你就是你 这孩子啊 你是弄错了 王美丽结婚 她给赵岗子做的奶门的礼服啊 对啊 你肯定是送错地方了 对 送错地方了 是这是这就是这啊 哎呀 这孩子我就没看过你这么嫁 什么是这是这就是这啊 这衣服肯定不是给她做的 对 不计你让她穿上试试 保证不合身 不能合身 我打招 侮辱我们手艺人 给我脱了 确认 不合身 合不合身 大伙看 合身吗 音乐 怎么样 怎么样 不合身吧 太合适了 爸爸你看啊 赵岗子 你是不是合身 留点过分了你啊 啊 那个贼你给我过来 什么呢 我问你 这衣服谁订的 王美丽 王美丽嘛 她衣服订了几套 一套婚纱 一套礼服呢 那婚纱是按谁尺寸定的啊 王美丽 王美丽 王美丽嘛 那礼服呢 赵岗子 赵岗子 赵岗子嘛 一套婚纱 一套礼服 这配备挺全呢 不全 还有个花呢 赵岗子 赵岗子 现在你也学会家外有家了 是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也就是怀孕了 我要不怀孕 我不一大飞脚 踢你嗓子眼里 就算你扁条体 长得结枝 气死我了 别提了 挺好的 这只比我俩结婚那边 还好看 爸爸 哎 解释 这不很正常吗 你们好好想一想 在一个婚礼隆重的场面上 王美丽 穿着婚纱 赵岗子 穿着礼服 胸前都佩戴着铅花 他们俩的关系很正常 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我要信我是啥子 哥 你快过来 干啥呀 这事我看明白了 你做的不对 都要再婚了 怎么还个人远配家呆着呢 太王 一会干账的时候呢 把礼服脱下来 这些衣服挺贵的 出去 好嘞 哥 用给你打个家二点吧 出去 你得考虑到家二点 能补车 出去 好嘞 好嘞 嘞 的 cle 啦 的